所以你請他畫設計圖的目的是 你想要這個空間感 對!那時候我就 上淘寶上面去找 淘寶怎麼找到怎麼做的東西 就在搜尋檯上面打設計圖 對!那時候就真的這樣打 就是看一下評價 你告訴他說你要擠房擠品牌 然後他幫你規劃 對!他需要你跟他講說你的空間規劃 然後你什麼東西要擺哪裡 然後最好是你有照片給他 你想要什麼風格都可以跟他講 喔真的喔! 設計啊什麼的 多久的時間你給他到他出神品 大概三四年 很壞耶! 我們買房子了! 是他了 他買房子了 沒錯! 沒錯!他買房子跟我們買房子 也是差不多到 因為我們可以來他家玩 錢錢會有多久啦 大概是七八個月 對!七八個月這裡面我們經歷了 從顛沛流離到現在安居樂業 就是之前那個房子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小孩 大概二十坪上下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婆婆她常常有時候 然後上來台北就是去醫院回診 那因為我們之前住那個地方 離公車站要十幾分鐘又要上坡 其實對她來說不太方便 唯一有一個方便 就是在山上她推硬核車下去 孩子就不用手推 馬上就可以到一樓 有一次蔡媽媽她就是推硬核車的時候 她跟旁邊鄰居聊天的時候 手還想要放開 可是她不曉得她其實停在上坡 一般開就要跑步了 對沒錯 有了孩子以後她那個空間 就覺得有點不太夠 覺得應該是要再換大一點點 也是為了小孩子的學區 我現在買的這間房子 大概是三十二坪 然後是四十五年的老站 旁邊有個公園 然後走到捷運站只要十分鐘 走到公車站牌也大概五六分鐘 我現在是問你 你可以看一下VCR 為什麼要買中古屋 我們那時候熙姐看電梯大樓 因為都住公寓嘛 想說電梯大樓很方便 但是電梯大樓實在是 公設比太高了 那我們這次換屋 有一個最主要的需求 是為了孩子 我們的錢已經不太夠了 然後如果再去買一個電梯大樓的時候 變成這個坪數很多 就是用在公設裡面 像我們現在是三十二坪 實際上裡面就有二十八坪 所以其實空間就大很多 這個房子的總價可能再加上裝潢 其實我們買那個新城屋 我看是ok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現在新城屋 容積率可能他們的公設 就要到三十幾%這樣 你如果使用公設還ok 但如果你不使用公設 那裡面住的東西就會變得很小 你買三十二坪 裡面只剩下大概二十坪上下 我就要看你的選擇 尤其是中古屋買了 你買二十八坪 實際使用可能是三十坪 那個房子太老 老到他原本你在買的時候 看已經往前又往後 是他以前就已經是這樣子 而且是合法的 那當然這間沒有 總共裝潢花了多少錢 有請設計師嗎 它原本其實是一個補習班的格局 所以它裡面的隔間都是一些輕隔間 所以我們買到這間房子的時候 是全部全室都要打掉 所以其實屋況非常的差 連那種浴室都沒有辦法使用 然後是沒有廚房的 因為它之前是補習班的關係 其實不是沒有在收 是一個荒廢的補習班 那時候是荒廢 就沒有在營業的吧 沒有在營業的 沒有在營業的 它牆壁的壁貼都剝落 而且那壁貼大概有三十年吧 而且這裡 因為他們是買二樓 那時候補習班是一二樓 那他把一個梯自己 把它蓋在這個裡面 所以它裡面有個洞 我們進來看那個隔間 長這個樣子 然後又有一個洞在裡面 我們就想說 它的心臟真的是很大顆 因為這個感覺 裝潢是 看這些需要也有點廢 這有算過嗎 這個裝潢費 直接先跟我們揭曉 大概你總共裝潢花了多少錢 花了大概三百萬 好多喔 真的 那個掌聲是給幾乎的 為什麼他沒有在我們這一集裡面 因為他去加班 最初買這個房子之後 每天都 不是朝九玩五 是朝九玩九 朝九玩九 以前六七年前 我那時候記得 就是清運那種廢棄物的垃圾 車一車是四千二 現在是一車是一萬五 一萬五喔 怎麼差不多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是嚇一跳 那你就知道說這個就是 好幾倍在 一萬五還是一萬 四千多的長大一萬五喔 還是我們長大 以台積電長大一萬 還是我們長大 那個窗戶的鋁也是有長啊 整個原物料都上漲 而且是上漲超過我自己的想像 所以就是這次會爆出來增加這麼多 是因為你知道有漲價 但你不曉得長到這麼的幅度 長到這麼大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 之前有算這麼仔細的話 應該不會賣 我之前那間房子啊 那時候裝潢又才一百出 大概是多久以前 大概六七年 六七年前一百多萬 那就是天地幣嘛 然後浴室座啊 然後廚房座 然後也沒有什麼過多的裝潢 我就其實算得順勢不賠你 不貴齁 對啊 那你是請設計師來幫你畫圖設計 還是你用什麼樣子的方式 本來當然是有錢的時候想說 這一次就不要自己弄 就是找設計師 但是估起來實在是太多費用了 所以自己想說要做什麼 就是請同胞專門幫我做監工這樣子 每個地方的丈量 這個同胞會幫你做 因為他要做這些東西 他也不想 你先找那個同胞進來幫你量子順 對 因為設計師另外的設計費嘛 所以設計是我自己設計 剛開始我是 就是自己畫就是說 看我要房間怎麼隔 但是我後來發現 這個東西還是需要專業 但是我也要省錢 你後來才發現了是不是 對我後來才發現 就是後來才發現三百萬這麼多 我們是一開始都知道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需要專業 然後我就上網去找這種 就是人家那種接案的那種 就是畫那種設計圖 我回答還蠻便宜的 他一瓶也要兩千五 但是如果按照你要給他設計 你可能覺得這個錢不會很多 但對於我們已經就是 原本設定兩百萬到三百萬的人 這個錢每一個都是 駱駝最後一顆稻草 那我希望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 我這裡沙發放這裡啊 然後桌子放那裡啊 什麼顏色這樣配起來 好不好看 所以你請他畫設計圖的目的是 你想要這個空間感 對 那時候我就上淘寶上面去找 淘寶怎麼找到這麼多的東西 對阿 你在搜尋檐上面打設計圖 對那時候就真的這樣打 就是看一下評價 看評價 你告訴他說你要擠房幾天啊 對 然後他幫你規劃 對 他需要你跟他講說你的空間規劃 然後你什麼東西要擺哪裡 然後最好是你有照片給他 你想要什麼風格都可以跟他講 喔真的喔 設計啊什麼的 多久的時間你給他到他出神品 大概三四天 喔他很壞耶 三四天嗎 欸他會一直追著我欸 就說 他抓著你 你是說尾款追著你嗎 而且我有時候跟他說 欸你那個 跟你的小孩一樣嗎 對 好黏忍就對了啦 好嘛 設計圖給我 然後那個 立面圖給我 就是一個3D圖給我這樣子 大概台幣三四千元 當中還要開會 視訊會議 視訊喔 三四千塊就是用得這麼有規模 但是我覺得他最好的優點就是 你假如剛剛改什麼 他隔天就給你 設計圖然後還有一個3D立體 對 還可以改3C 又視訊會議 這個是 如果不是真的我就聽起來很不合理 難怪冰箱是新的 因為省很多 哈哈哈 啊你原本說設計的話 一瓶就要兩三千塊 嗯 差很多耶 但是他對我最大的幫助說 他如果設計出來的時候 讓我知道說 我這個房子如果裝修起來 大概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在買家具啊什麼的 我就有一個參考值 淘寶人家最擔心的說 啊淘寶人家怎麼很兇啊 但是那個東西 是不能用的啊 那你真是這樣用下來 你覺得實際上 他給我的東西 我純粹把它當作 這個東西以後呈現的參考 但是如果你要用得更仔細 你可能就要量很仔細給他 他可以幫你設計衣櫃啊 設計那些櫃子要怎麼用 而且我覺得在 預算有限跟超標的時候 會激發一個人的潛能 哈哈哈哈 你說G糊 他已經激發了 就是這樣 你還要激發他的什麼潛能 你跟你原本配合的設計師 他幫你做一個平面圖的丈量 然後你再把這個丈量的東西 拿去從淘寶裡面 他幫你做一些比較 立面圖或者是3D的那種感受 我拿到圖以後 我就把這個圖給我的同胞看 然後同胞反而他也比較好溝通 他就知道我什麼要放哪裡 大概是這麼意思 因為我們沒有設計圖嘛 所以一定要跟同胞講很仔細 不然有時候你隔兩天來看的時候 他東西全部都訂上去了 因為我發現那同胞的工作 不是那麼簡單做 因為有時候是什麼 木工進場 水電進場 中間又要加什麼油漆 那個我覺得 也有人可以這樣子做 但是我覺得我是沒有辦法 那你有算過說 假設我個別發包 跟我找一個同胞他幫我做的話 價格差 我是沒有這樣子找 但是我聽我朋友講 大概可以省大概可能 二三十萬是跑不掉的 你說三百萬裡面 對 所以省大概有一成 一成是蠻多的 超多的 但是同胞本來你請他監工 他本來也是一樣 要費用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對這個工程不熟悉 如果做錯要再重來做 可能那個費用會大於 就是我花的錢 當然現在就是裝修好以後 覺得空間很大 就是住起來很舒服啦 但是其實這個經濟壓力就變得會比較大 其實我會接我的朋友就是 可能買二十年上下的房子會比較好 因為你的 你二十年上下的房子 你的裝修費不用付太多 那你就只要付那個錢款 然後跟你這房子進去的回調整就好 可是我現在這樣子的四十五年的房子 你要整個管線全部重換啊 然後整件要打掉啊 你不只要付前面的頭期款 你還要準備一個裝潢費在旁邊等 經濟壓力是比較大一點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新城屋或者是他們比較新的房子 他們貸款是可以用這個總價去貸款的 對 但是老宅的話 他只能用購買的價格去貸款 那裝潢多出來的像那個三百萬 是沒有辦法貸款的 增加的部分 增待 修繕 它的總金額比較小 然後那個趴數也會比較高 但是他七年內就要還金額 對啦 那你就是還要還你自己的房貸 那又要再還這一筆兩個加起來 對 那時候這壓力比較大 所以新房子是比較沒有需要你去注意漏水的問題 回到剛剛我們講的一樣 就是新城屋的話 它就是會有這一個公設的問題 尤其現在如果你在新年的房子 那公設都到33、36 所以你實際可以使用的那個趴數只剩下六十幾而已 就是你變成你睡覺在家 其他都在公設 你家裡店 你說睡在公共樓梯還是什麼 店賣也很省 整天都在書房 或者是卡路黑市 然後在游泳池的旁邊那一間洗衝雜 又有冷氣 就覺得買新房子很像比較可憐 比較賺吧 店賣流離 店賣又比較便宜啊 所以有一天如果你去公公設看到那個菜太奶 睡在那邊你就知道 他就是要充分利用公設 所以每個時期跟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 現在有孩子 或者現在我已經長大了 或者現在我需要一些公設 年長我沒有孩子的問題 所以很像每個時期選的不一樣 對 好了現在給各位看看他們的家是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是特別先聲明是 他們還沒有完全整理完 是因為我們要給大家先看一下 說他們剛剛講的這個坪數啊 跟整個裝潢還有發包起來的這種格局 我們先問一下格局 然後順便看他到底淘了什麼 對 這裡首先就是門 我們這是門 一進來的地方 好 玄關的地方 玄關 這落城區就對了 哇 這免還用這個瓷磚跟那個 木板這樣相見耶 哇 那以後很清理 就是需要很有那個耐心 小便機器人很重要 OK 然後一進來這邊 就是先規劃一個 玄關鞋櫃還有機器人的家 然後這裡是餐廳的位置 上面是個電腦摸的是不是 哇你這個多功能 還有家庭理髮運就對了 媽媽說要來電腦摸的來接 都是來這裡的就對了 餐廳過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大的空間 就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 這個油氣區 這不錯耶 這個採光很好齁 這間房子就是比較好的好處 它是因為它是邊間啦 所以每個房子都會有那個窗戶 喔 這空間很大耶 你看在家還可以停車 好 我帶你們去那邊坐了 好 不管你是要住人 或者是住頭腦有問題的人都可以 這是姐夫的書房 但是一些東西你看這箱子都還在 你一看看一下就好了 發現有點大 大概一個空間 OK 那這一面牆裡面打開 該不會是個高爾夫球場吧 這是我們的浴室 喔浴室很可愛的齁 對 浴室的瓷裝好可愛 對浴室 很像巧克力 好 然後這是一個 這走出來就是也有一個 這個是可以掛衣服的 然後掛帽子的齁 然後再過來這邊是一個廚商室 現在是有點亂 喔OK 還好啊 我就不亂了 那這邊是 這就是主臥室 主臥室 這蠻大的齁 對還不錯齁 這邊就是廁所 有一個喔 這等於是套房就對了 這是 這就是蔡媽媽的房間 還有就是我婆婆說 上來的時候也會就是住 蔡媽媽有時候來我們家的時候 就是睡這邊 蔡媽媽躲在後面 剛剛早上四點就起來整理了 每一個都有對外窗 這裡就是我們的廚房 這就是我們房子的格局 裡面隔了大概兩個房間 一個書房 然後兩間衛浴 好了 今天就是我們在蔡大夫家的乾苦談 還有他們家的開箱 乾苦談 這就是他們整個購買房子的過程 一直到現在幾乎整理到七八成的這個情形 我們新開箱 來到Jadw hardened 我們會在平均試して 看一下 2014.098 請客 我們下次不願意 我們請客